由靈命日良時工製作 《陽光照亮你的心扉》 上帝陪伴你走過情緒的帝局 主題從憂鬱到喜樂 十四天更新之旅 第三天苦中作樂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節 主須使人憂愁 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文 名列名人堂的棒球部首 加里卡特是一位基督徒 在十九年的棒球生涯當中 他因為全心信靠上帝 而得著力量和耐力 得以應付日復一日的比賽 在五十七歲的時候 他因為腦癌而夢主恩召 在他逝世之後沒多久 有一位作家安德魯克拉文 在《華爾街日報》寫了一篇追思文章 述說卡特如何影響他的一生 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 克拉文也正處於人生的最低潮 甚至想過要自殺 這個時候他聽到卡特 在比賽結束時候的一個訪談 卡特所屬的紐約大都會球隊 當時讓了比賽 在於是因為卡特這位老部手 在比賽的關鍵時刻奮力奔跑 於是記者就問卡特 在他兩個膝頭都很痛的時候 他怎樣完成任務呢 卡特就這樣說 有時你必須要苦中作樂 這句說話幫助了克拉文 脫離了憂鬱 他下定決心宣告說 我也能夠這樣做 受到鼓舞之後 他找到希望 後來還相信了耶穌基督 卡特這句說 令人感到安慰 這些是源於耶利米哀哥的真理 我們雖然面對悲傷 痛苦和困難 但是不必陷入自裂 那位容許苦難臨到的上帝 亦都會照祂諸般的慈愛 廣絲連文 有了上帝的慈愛扶持我們 如果有必要的 我們都能夠苦中作樂 在聖經當中 亦都有很多 關於面對苦痛的討文 例如耶利米哀哥三章 一至三節 以及二十五至三十三節 經文這樣說 我是因耶和華憤怒的將 遭遇困苦的人 他引導我 使我行在黑暗中 不行在光明裡 他真是終日再三反手 攻擊我 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他的 耶和華必詩恩給他 人仰望耶和華 靜默等候他的救恩 這原是好的 人在幼年乎厄 這原是好的 他當獨坐無言 因為這是耶和華 加在他身上的 他當口貼陳哀 或者有指望 他當由人打他的衰俠 要滿受凌辱 因為主必不永遠吊棄人 主需使人憂愁 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因為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 使人憂愁 每一日夜晚臨睡之前 很仔細地回想一日的生活 寫下至少兩件令你感恩的事情 向上帝情賞、讚美和感謝 或者這個時候我們一起祷告 天父啊 好感謝你 生命路上雖然有苦難 但是你與我分擔 使得我能夠超越痛苦 求你賜給我力量 並且幫助我面對同樣苦難的人 多謝你收聽 十四天更新之旅 從憂鬱到喜樂 第三天苦中作樂 上帝如果不免除你的苦難 一定會似恩典幫助你承受 如果你喜歡當中的內容 邀請你可以轉載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和我們撒取這本書 《讓光照亮你的心飛》 送給你的朋友 讓上帝的話語 陪伴他們走過情緒的帝國 願上帝慈福予你